市長 部長 依據法院組織法相關的規定 檢察總長是由總統提名 經歷法院同意後任命 任期是四年 不得連任 馬總統在13日他宣布 最高檢察署的主任檢察官 嚴大和為下一任的檢察總長的人選 而且將他的提名之文送立法院來行使同意權 你認為嚴大和是最適當的人選嗎 你跟他應該是近距離的觀察 你們是同學 對,但是我其實跟他接觸不是那麼多 但是這一個事情我們其實也多方去了解 他在檢察界的風評非常好 他不但是資歷很完整 就是對各層的檢察官都認識很多 而且他的領導統一能力很不錯 所以檢察同仁們對他都是蠻幸福的 當然這個檢察官協會的民調裡面 你們有做民調嘛對不對 他是排名第一,這是沒有錯的 只是可惜當時的這個 這個庫西尼爾就是說民調的這個回收的率 並不是很高啊 所以你們沒有去宣布嘛對不對 那個檢察官協會不是隸屬於法務部 那我知道當然是檢察官成立的一個協會 是他們自己組成的台 那我提到的就是說 人和當然是他的一個特色 那人和會不會正通 那當還要看他的這個領導統一的方式 今天黃世民會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的領導方式 或是領導的風格 是有或是他個人的一些作為 是跟其他人比較不一樣 如果是說黃世民今天跟總長 當時他是跟歷任的檢察總長一樣 我在特徵組在辦案的時候 我能夠不要說單線領導 單線指揮 而且能夠集體的合作 團隊的合作的話 今天這個問題啊 我相信發生的機率就會比較低啦 我想這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新的檢察總長啊 我們會對他的領導的 也就是說他的領導統一 跟他的血氧的能力啊 我們會來看的 我不希望下一次的檢察總長 會跟黃世民一樣 居然說我涉及這個憲政的問題 憲政層次的問題 跟總統報告有涉及層次的問題嗎 把自己定位的過高了 憲政機關只有幾個 他不是憲政機關耶 總長還不是耶 只是你們法務部下面的 最高檢察署的一個檢察總長而已耶 嚴格講起來是三級機關耶 中央的三級機關而已啊 一個首長啊 是耶大和應該不會這樣 所以可能會因人而異啦 對不對 可能不會啦 那我們也希望他不會啦 是不是太激動了 你講的話可能人家不信任 認為說這個有點問題這樣 那我們有提到就是說 那部長在上週你在施政總質詢的時候 你有表示啊 說法務部啊 打算將這個特徵組來降級 從最高檢察署降到最高檢署啊 你目前進度是怎麼樣 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這是匯集各方的意見 包括檢察體系 包括學界 包括審方就是法官這些領域 還有律師界 大家的一個最高共識 你有跟這個檢察總長的這個 被提名人 嚴大和有跟他談過這個事情嗎 不是直接討論 但是他們整個機構 我們全部的意見 所有的檢察機關 我們都徵詢過意見 那你是不是相對的就是消全嘛 這也不是 這是一個健全監督機制的一個做法 把檢察總長消全嘛 是不是這樣 那你說放高檢署 那當然他將來是有機會 是說 針對他或是不起訴的案子 他也可以到最高檢察署來沒有錯 但是我是覺得說 這個應該要好好的施量 就像剛才吳一貞委員所提到的 這個不是說 你放在哪一個單位的問題 哪個機關的問題 而是主要是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 他形式風格 他領導統一的風格 這才是重點 法學素養的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 剛才廖正錦也有提到 那總長呢 既然 黃世民總長 他從這個常任文官 變成政務次長 照理講呢 他當然是有必要 去做 他轉任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 這個結清這個年資的問題 然後半退的問題 當然這有一個空間考量 但是很明確的 可以了解到 這個黃世民總長 他除了在擔任政務次長這個期間 甚至包括檢察總長 他是屬於特任官 這樣的這個期間呢 他有超過了這個包括說五年的 這個自行選擇的時間 那已經超過這五年了 所以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雖然法律上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說他這個轉任 轉任政務官呢 說一定 非要把這個年資結清啊 那是 那是要看決定 就是說個人的一個決定 一個就是說要看 那回過頭來再看 黃世民總長 你如果要再跟他安排那個職務 不是說你非要安排這個職務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啊 原來這個 在施茂林 這個擔任 這個最高檢察署的檢察長 然後他接任這個法務部長 那法務部長 520以後他下來了以後 他當時是想回最高檢的 最高檢的 但是呢 他被當時的法務部長 就是這個王清風呢 拒絕 他是拒絕他的 所以呢 他也很無奈 那最後是怎麼樣做決定 我想你查一查就會很清楚 從這個案子裡面來看呢 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 當事人要有意願要回來 當事人要有意願回來 第二個 就是法務部要有這個缺 不管是主任檢察官或是檢察官 這是要有這個缺 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說 長官啊 的決定 就是說你要不要給他回來 這是你的權限 所以啊 針對黃世民 你八次聯繫 八次電話給他 他都抗拒你 抗拒你這個長官啊 這樣的人啊 你要好好的思考 回來以後啊 他會不會對你還是 以前那個樣子啊 所以你好好去做思考 好好去做一些思考 我們沒有說他一定不要回來 或一定要回來 他有他的 就是說 不管是法官或檢察官 他就終身職嘛 他有一定的年限 他如果沒有犯特別的錯誤 或是沒有被檢察院彈劾 這個 或是說 有違反相關的法律的話 被判刑的話 他回來是他的權利 但是 要不要給他回來 回來哪一個位置 這是你的權利啊 我特地利用這個機會 跟你做一個說明 那第二個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之前我們也跟你提過就是說 法務部啊 這個 針對這個假釋起碼 算不算是 行之執行已經完畢啊 這個部分啊 我們吵了很久 對不對 包括說 這個 有些案子 人家假釋都結束了 然後你沒有法 法務部沒有法律的依據 居然說 這個假釋把它註銷掉 把它註銷欸 你是依據哪一條法律把它註銷呢 法律上有這樣的嗎 然後另外呢 另外呢就是說 新法 舊法的適用的問題 我今天跟你談的絕對不是個案的問題 因為將來每一個人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以後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碰到這個問題 所以你法務部必須要做通案的處理 不是叫你做個案的處理 而是通案的處理 這涉及人權的部分 為什麼我要提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啊 法務部那個執行訴罪併法 因執行的案件裡面 對於這個假釋保護管束其滿以後 是依據這個刑法79條之一的規定 假釋未經撤銷者 其未執行之行 以執行論 應該是這樣來看 那由此可知 假釋其滿 雖未在監執行 但人應以在監執行來論 那我請問部長啊 你是依據什麼法律 將假釋後執行保護管束期間 視為不在監執行呢 對不對 你這個就是很奇怪啊 我再一次的提醒你 預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的規定 涉及人民權利義務的 權利義務者要以法律定之 那第十八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的規定 這個他的但書 也寫得非常的清楚 但法規有利於當事人 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申請之事項者 適用舊法規 換句話說 你們法務部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是見樹不見林啊 你只知道在你的行政命令裡面 去做一些這個拿一些意見出來 但是你沒有跳開來 站在更高的一個層次裡面 你有沒有違反這個中央法規標準法相關的規定啊 是不是這樣咧 好 那依據刑法第二條的規定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 適用行為實之法律 對不對 但行為後之法律 有利於行為人者 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不是這樣嗎 那請問部長 我們到我們現在假釋要件 變更前後 新舊法的這個罪啊 宿罪併法 你是採這個按比例分別適用 86年的刑法修正前後的刑法77條 假釋要件之做法 顯然啊 跟這個刑法第二條的規定啊 是相違背的 是相違背的 那 無用有利於 你並沒有用有利於受刑人之法律 那法務部如此這樣的一個作為啊 是否有違反兩公約啊 侵害人權損及受刑人的權益的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所以我再三地提醒你 我們跟你談的絕對不是個案的問題 絕對是涉及人權的問題 也絕對是涉及這個公理正義的問題 而且涉及法律的規定的輕重的問題 你不可以用行政命令 來預約的法律的一個規定 甚至違背的兩公約的一個規定 但兩公約是比較廣泛一點沒有錯啊 所以我要再三地提醒你 我對這個事情我是很切合的 絕對不是針對個案 是針對通案來做處理 要求法務部要求以通案來做處理 趕快處理 時間把位置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部長 還有人事處長 人事處長 你現在聽我唸給你聽 政務人員 退